女孩提着两大袋食人鱼 仰手倒进了面前的泳池里 饿了半个月的食人鱼刚下水 就红浊眼朝人群冲了过去 下一秒男生就失去了屁股 原来就在刚刚 女孩去学校接弟弟放学 却发现柜子里传来求救声 打开一看弟弟居然在里面 嘴里还被塞颗红桃子 女孩对此非常生气 他询问弟弟是谁做的 可弟弟却害怕得不敢说话 女孩只好借帮他松绑的时间 和他产生接触读取记忆 很快女孩就找到了那几个霸凌者 等记住他们的样子以后 女孩就开始行动了 没想到那些男生得知女孩的来以后 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心 反而更加的嚣张 女孩的脸瞬间阴沉的可怕 这才把食人鱼倒进了泳池里 尽管男生们拼命逃窜 可他们的速度怎么快的过食人鱼 很快就被食人鱼包围 而女孩也终于满意的笑了